第五十五集 叶少阳闭上双眼 天通眼打开 一股紫气自周身蔓延而出 将冯新宇的尸体笼罩 从鬼门缓缓进入 开始度化他体内的尸气 九阴连环局的平衡 在这一瞬间被打破了 周围突然传了一声声 泪随野兽的嘀吼 接着最震撼人心的一幕 出现在了小马三人面前 上百个沉睡中的僵尸 陆续地活了过来 像刚睡醒的人一样 爬起来之后 先迷茫地看了看周围 目光锁定叶少阳 怒吼着奔过去 一旦进入五行棋的范围之内 立刻就像被火烤一样 浑身向外鼓鼓冒着黑油 愁愁了一会儿 就会被靠化成一劫灰 绿毛僵尸 已经开了一点灵质 不会干纯粹送死的事 一番张望之后 发现了阴阳道的所在 一窝蜂地涌了上来 看到这么多的僵尸 黑压压的一片 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 令小马和谢雨晴 都恐惧到了极点 小马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难难道 他妈的 是瓦危机吗 老郭咽了一下口水 豪情婉胀地说道 真做点 他们虽然数量多 但是阴阳道的宽度 让他们最多只能两只并行 咱们有三个人 守得住 大家拼了 打完了回去分钱 郭师兄说的对 我拼了 小马大手鼓舞 上前两步 录取了袖子 一副发狠的样子 老郭马上退到他身后 是吧是吧 来了来了 你快上吧上吧 小马当场傻了眼 我去 郭师兄 你怎么说的那么好奇云天的 感情就让我一个人去拼命啊 嘿嘿 我这手枪子弹上 省着点用 给你们补枪 说话间 最先两只僵尸 已经走上了阴阳道 光着脚踩在了 糯米雄黄一类的东西上 立刻发出了吱吱的声音 冒起了黑暗 两只脚被熏得乌黑 两只僵尸 疼得回身打颤 试图退去 但身后的那些僵尸 又搞不清楚 一个劲地往前走 前面那几只 被苦逼地顶了出去 肢体碰到 红弦立刻被烤焦了 回头又没路 只好忍着疼痛 加快脚步 想要快点走完阴阳道 无数的红光 从两边的竹鲨线上射出 落在僵尸身上 便是一大块皮肉被撕下 黑气直茂 疼得僵尸 嗷嗷直脚 砰的一声 老郭开枪了 竹鲨蛋打进了一只 僵尸的脑门 一股黑气冒出 僵尸抽了抽 身体软了下去 化作了一滩黑水 愣着干什么呢 上啊 小马回过身来 一咬牙 将手中的枣木剑 刺在了僵尸身上 结果只刺进了一个剑锋 就进不去了 老郭气的大叫 你往他身上刺干什么 僵尸皮草肉厚 哪里刺得动啊 往眼窝子里捅 往嘴里捅 往鼻孔里捅 要是转过身来 你就往他菊花里捅 我去 这么残暴啊 小马擦了把汗 抽出枣木剑 看出了一架就刺进僵尸的左眼里 不知一声 眼球爆开 小马一使劲 将枣木剑插进了脑袋深处 一股黑血流出 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 僵尸颤抖着倒了下去 不一会儿便化成了血水 哎哟 原来杀僵尸这么爽 小鬼子们 再来再来 撕拉撕拉点 小马大手鼓舞 枣木剑刺进了旁边一头僵尸的眼睛里 那僵尸抖了抖 也倒了下去 谢于行见小马这么蠢的人都能杀僵尸 激发了他身为刑警 抓着女汉子的血型 手握灭灵钉 对着一只僵尸的脑门就用力砸了下去 灭灵钉比枣木剑僵硬得多 灵性也强 直接打碎了头骨 脑僵崩裂 白花花的脑僵 黑乎乎的湿血混在一起 流得哪里都是 灭灵钉再厉害 你也不用这么暴力吧 老郭称默结舌 凡是进入阴阳道的僵尸 都被朱砂县和驱尸法器 消去了大半修为 三人守持法器 等于给他们最后的一击 小马和谢雨晴在前面冲锋 遇到了反抗的 老郭就在后面补一枪 三人越配合越有默契 不多时间 已经有了数十只僵尸 死在了他们的手下了 谢美女 小马突然一声喊 谢雨晴以为有什么事呢 转头看她 逗着眉头说 干什么 你看看我们现在 想不像植物大战僵尸啊 老郭是豌豆射手 你是大嘴话 我是 你才是大嘴 谢雨晴瞪了她一眼 欲慢的不行了 这个时候她居然还有功夫开玩笑 小马和谢雨晴越战越狠 无奈僵尸太多 前夫后继 两人也不是铁打的 十分钟不到 累得气喘吁吁 手臂发马 快举不起来了 老郭看在眼里 把朱砂县和两个弹夹塞给小马 从她手中抢过的早木剑 你去歇会儿 我先顶着 这个好 我去看看小叶子那边怎么样了 小马一溜烟地跑到了棺材前 俯身看去 叶少阳和她女尸还保持着最初的姿势 却惊讶地发现 女尸身上的皮肤正在从上而下 变得不透明起来 膝盖以上 皮肤都与普通人无异 只有两只小腿的皮肤 还是有点透明的 这是怎么回事 小马惊到了 等她全身皮肤变成正常 说明失气化劲 就完事了 叶少阳白了她眼 去去去 别打扰我 干你的事去 小马只好回去了 为老郭和谢雨卿去补枪去了 老郭看谢雨卿也渐渐支撑不住了 突然想到了什么 忙问道 谢警官 你带手枪了没有 真枪 带了 怎么了 快用手枪射他们 谢雨卿一争 手枪也能打僵尸 僵尸的灵质在她大脑里 枕枪威力大 你对准脑门红 只要把她脑袋轰碎了 他们也就挂了 谢雨卿急忙解释手枪 后退了两步 对准僵尸的脑门轰了一枪 砰的一声 将头盖骨打飞 白的红的黑的一起流了出来 僵尸果然倒地不动了 但与被发起杀死的不一样 没有化成血水 果然可以啊 谢雨卿恼怒地看了老郭一眼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这才想起来你是警察呀 这下两人手中都有枪 老郭又是个生力军 场面一时间被控制住 估摸着再撑一会儿 叶少阳那边该完事了 他一个天师 对付这些绿毛僵尸不在话下 但就在这一时 一道白影 踩着众多僵尸的头顶 爬进了阴阳道里 他一进来 立刻就吸引了朱砂剑的攻击 无数红光打在身上 却只能稍微地阻挡他的来势 身形一转 跳到了一只僵尸的头顶上 裂开嘴巴 冲着谢雨卿笑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